明天就是21号了 我相信大家作为元朗人 是不会忘记的 不要忘记 曾经在上面发生过什么事 这一年来 每个月的20号夜晚 西鐵元朗站這裡 都會有市民來貼上721的文宣 不過過去半年 這些文宣都過不了第二招 為什麼你要噴那些東西? 可否可以說兩句? 你們可以, 我也可以噴 你們是不是有另一個想法? 是呀 721發生近一年 事件論述由最初的白衣人襲擊市民 演變成是白衣人和黑衣人的暴力衝突 甚至有指, 事件是黑衣人主動挑起 橫槍閘翻查當日閉路電視 網絡片段裡面的線索 追查當中的人物 了解他們口中的事件真相 當時就在營點商場那裡下來下班 遠遠看過去 已經看到公園一百人左右都有 大約在這些位置 我說了一句, 真是很多白衣人 他其實一下子就已經配合了下來 用藤條打到我的背部 做廚師的蘇先生, 去年7月21號 晚上下班的時候 在元朗鳳遊北街 被一群白衣人用藤條襲擊 打來… 不停地打我 我那時候還穿著廚房鞋 剛剛在上面下班, 甚麼都沒有做 是不是打錯人之類的跟他們說 真是死女逃生 因為當時這裡真的有很多人 我真的只是跑才能逃脫 最明顯一定是手 你看到這些魚血有些就腫了 波波頭 你看到那些深色真的沒有好肉 這些肯定是藤條痕 一動就會痛, 維持了一個多星期 一年過後, 蘇先生的傷勢已經康復 但是仍然有個心結 不知道自己為何被人打 他說警方和監警會的專責報告 至今都未能還事件一個公道 警方連認人的程序都沒有 得不到我想要的答案 我不知道為何被人打 也不知道誰打我 很明顯在這間雞地襲擊我的人 是跟他在上面西鐵站襲擊人 大家都是穿著白色衣服 都是拿著藤條 大家的相似性這麼大的情況下 至於他們之間有沒有關係呢 這一樣是監警會的報告 完全沒有提及 就是這樣做 橫槍閘對比西鐵站和閉路電視編段 發現有不少在元朗站撕襲的白衣人 事發前在鳳游北街一帶聚集 這個穿著青綠色短褲的男人 當日多次用木棍和竹枝向市民施襲 他在當晚八點半左右 和近二百名白衣人走向公園方向 當日一條白衣人日間在南邊圍聚集的片段 也看到他 這個衣服印有蘇達致仰的男人 和這個灰衣黑褲男人 十點半左右在鳳游北街上車 這個戴著黑色口罩的男人 在十點左右 和近八十個拿著國旗的白衣人 走向公園方向 不要打死他… 鏗槍閘給蘇先生 看回當晚的閉路電視片段 他認得出一些有份打他的人 在事發前 已經在鳳游北街一帶出入 之後也有份在西鐵站打人 我看到了,看到了,是呀 這個,這個 看見他也是那雙藍色鞋子 也是背心 也是黑色長褲 仍然是這個 還看到他拿著一把傘 跟他這個位置一樣 也是那個紅色手打 也是這雙藍色鞋子 也是背心 很明顯 這件衣服都是這樣 藍色上面一格 然後這裡又是藍色一格 這樣 在當晚襲擊我 以及在上西鐵站襲擊其他人 當時的人 根本其實是同一群人 根本是一個有關係的 想不到我第一次認人的程序 而不是在警局的 而是要用這樣的形式去認人 當我們都可以找到一些 CCTV去說這些事情的時候 為什麼警察會做不到還是不做呢 究竟在西鐵站襲擊市民的白衣人 是甚麼人呢 大概10時40分 穿下溪衫的白衣人 出現在元朗站內 手持長軍 看到白衫背面 有一個傳統建築的大標記 他手持地左,多次揮向市民 你別走,救救救 後來他和一群白衣人一起離開 打魚人想走 其中這個穿藍色褲的夏溪白衣人 亦出現在當日網上流傳的日間片段 我們準備出發了,隨時出發 我們找回同一個停車場 地點就是夏村鄉、錫江圍出面 村長鄧錦輝 亦是鄉偉會旗下的夏溪會主席 他否認夏溪會和白衣人有關係 我都不知道是甚麼人 這樣人家有權穿這些衣服 我都不可控制到他 穿不穿這些… 印這些字,夏溪…不知道 我會知道 至於當日為何大批白衣人 在停車場聚集 鄧錦輝說他當日不在村內 不知道發生甚麼事 而停車場沒有閘,又不收錢 自由出入,不到他管 總之,我們都不清楚 那是你村長 村長一定知道的嗎? 你也瘋了,村長有很多事都不知道 不懂的… 但怎麼會站在你們這裡呢? 可能他知道我們這裡 這個廣場夠空曠 他借這個地方去追 我大聲疾呼,我與我無關 或者我對這件事有些什麼… 別人也會不看法 因為標籤了你,鄉黑 你說什麼也沒用 我們追查夏溪白衣背後的圖案 發現與夏村鄉市委員會的標誌 非常相似 我們於是去找鄉委會主席 鄧麗東查詢 剛好遇到他們有活動 現場有鄉委說 做訪問要事先如約 但鄧麗東辦事處職員又說 一般不接受訪問 我們於是去區議會會議找他 你們說當天7月1日 夏村鄉市委員會 有沒有派人去或參與活動 你們現在傳媒說什麼都不要緊 最重要是是與與不是 由警方去決定,好嗎 如果有犯事,由警方去處理,好嗎 好,但當時我們為何會看到你們的照片 我們的照片,我們經常說是我們的照片 不是,因為這個… 你們不會被別人去冒認 或者被別人去冒妝 你別說這些,好嗎? 所以這件衣服不是你們的 對… 可不可以看看這件衣服是否… 對,雞姐姐,全身都要緊,好嗎? 雞姐姐,你不要穿這件衣服,好嗎? 加油… 721當天 這個穿著粉紅色衣服的男人 有份向記者和車廂內的乘客施襲 他當晚都在鳳遊北街 手臂綁著紅絲帶,拿著竹枝徘徊 記者去過他錦田沙布村的家和農場 一夜都沒有人應援 鄰居說很久沒見過他 走回去… 記者在採訪期間被村民趕走 走回去… 你究竟還看 嗨… 走回去… 你去問出品了嗎? 你怎麼會看 巴巴巴巴巴… 那.." 你怎麼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两次去他家 都看到车泊在花园 他的家人说他病了 不方便接受访问 又说片段里面的人不是他 因为这个不是本人 这个车有没有车给人 这些东西都是 但是现在本人就是在医院中央养 所以真的不方便 家里也没有参加这些东西 其中一个我们找到 当日有去过现场的村代表 说反对任何暴力 他担心被人起底 不愿意上镜受访 没有你一班人走进来 怎会进去杀伤 突然凉出来是朱元朗的 是不是 11点进来 11点进来 走街 吃饭 那几百天就进去 你走进来 是不是 朱元朗的 全部都 一走进来 进来门口 就是你说可以 要我打你 你进来门口 把你手进去 行不行 但是如果是这样 怎样解释在他进来之前 有几个人 已经被人打到受了伤 当时在那刻 我相信也会有很多 在这些人自己在做 他自己所有的事 没得到一个人 没得到被人打 原来我生活了几十年 我没见过 这部剧来的 这些死事来的 被人做这场戏 然后播出来 是什么事 去年七二一当日 风游北街出现过不少 接载白衣人的车 亨昌集根据车牌登记地址 逐一接触车主 我想问梁先生是否在? 不好意思 在六处 我的车是我的弟弟 现在我给了我弟弟很久 几年 那我们可以怎么找到你弟弟呢? 不知道 我都在高书跟他一样 在开车 在开车 有车主的家人 说他身处内地 车借给一个 住在元朗盛国的朋友 之后 自称是郭先生的伙计 打给我们 我帮郭先生做运输的事情 通过街的人 每次都有其他人 是什么? 是吗? 那我 那你自己的家庭 有什么问题呢? 我再打赢 这架中港车 当晚八点半左右到场 大概两个小时之后 一群白衣人 在车尾箱 拿着竹枝出来分牌 这架车由公司持有 登记地址所在 是另一间公司 职员说 没有听过 持有这架车的公司名 之后一个男士 打给我们 说和朋友 买了这架车 做中港贸易生意 只是没有转名 电视怎么发生 我都没办法问到 因为我只知道 哪个司机拿 我都没权问他 他要答我 答不答我都没有扶 那个时间 应该他在做自己的事 他住在新田那边 这半年都不在香港 一直都从大陆没回来 在路电视是有力的证据 因为基本上拍到那一晚的集结 James是其中一个 提供闭路电视片段 给我们的商户 他说家人 怕店铺被牵连 都劝他不要多事 但他不想后悔一世 他们做了这么离谱的事 到处打人 如果我们掌握这个证据 都不能够给出来 我觉得香港就真的玩完了 这个位置就是当日7月21日 这些白衣人聚集的地方 何君尧和白衣人是扼手 但是来到今时今日 仍然没有任何的起诉 或者任何的调查都没有 721当晚 何君尧在大概10点多 出现在凤游北街 他说当时是送人回家路过 但就被诬蔑为策划721 你是我 你是我 你是我的英雄 我是一个无心的人 就被有心人的妆 那天 色夕何君尧 很好啊 刚刚路过那里 跟人家握手 叫人家英雄 我干什么不叫人家英雄 保家卫族 人家保家卫族 在去年721前一星期 他在社交媒体有这样的发言 前日的上水 昨日的沙田 现在又说来狗 这个元朗 元朗就欢迎他们来 来到的时候怎样 会招呼他们 他多多来 你就搬手 将他打到他片甲不留 那又怎样 任何吹水不行的 是吗 什么气氛 每天都有情绪 现在我跟你聊天 我也有情绪 闭路电视片段 看到当晚有几个人陪他离开 其中一个人还拿着棍子 是屯门的一位村长 已经说是要教儿子 朱儿子女拿藤桥 那是不争的事实 他们还问他穿那件衣服 有没有看到什么 什么牌子 没理由不知道 穿那条长褲还是短褲 不需要转弯抹角 因为没有意思 观众想听的一件事就是 何君尧有没有参与 观众说清楚是没有 如果有的 警察已经… 警方已经做了事 当日陪何君尧和人握手 送他离开的还有王四川 他在2016年立法会选举 做过何君尧的竞选义工 当时同区参选人周永勤子 遭受王四川追击而弃选 闭路电视看到 王四川721当晚近8点 在现场拿着茶茶 和几十名举着保卫元朗标语的市民游行 近11点 白衣人入西铁车厢 警察已经攻击市民后 看到他在月台拍手 他因为事件被捕 暂时未被控告 我们去过他公司 又去过他家几次 一直联络不到他 不好意思 请你坐 至于和何君尧握手的邓威良 当晚出现在元朗站月台 加油 他哥哥是元朗八乡北区议员邓荣耀 我们在耳板外面找到邓威良 好像你这些又敏感了 现在他们弄得这么大 这么乱 至少现在都是翻车差盆的东西 可能多数我都会慢慢 他因为事件被捕 但暂时未被控告 他其后说咨询了法律意见 认为不适合做访问 警方就721事件 目前拘捕了37人 当中7人被控以参与暴动 及村谋有意图商人等 在被告和被捕人士里面 有几位当晚都有和何君尧接触 任何人都在那里 就算我在那里 如果我是被捕就是遗陷 对我来说是遗陷的 我相信他们都是为自己保家为族 他怎么这么大的事 721是一个不理想的情况 但整件事不是721一个原委 真正是什么呢 颜色革命 有外国势力 James认为721是一场有预谋的襲击 因为凤游北街在旁晚市份 已有过百名白衣人聚集 但警方肆虐无睹 他回看闭路电视片段 发现几个怀疑是便衣的警员 天望恢恢疏而不漏 我们见到一位中国籍男子 他手持一个疑似委任证 或者一些证件的东西 他不停来回这条街 超过十几次以上 而那个委任证其实就是这个 但我不相信是一些普通证件 譬如是图书证 难道把身份证放进去 然后挂出来吗 可以在片段那里见到 其实白衣人要手持一些 国旗或者僑藏的一些物体 手持疑似委任证这位朋友 似乎没有任何的行为 这个握着刀棍的男子 跟着我们之前见到 巡邏了很多次的 这位疑似委任证人员 就已经看得到他 跟着他握着刀棍一直走 然后他视若无睹 然后轮回去 他见到这样的人聚集了 有很多不同类型 角色形式的武器 我觉得这个实在太离谱了 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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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直接撕露一段片 我真的感恩不到, 不好意思 明白, 其實我看到7-211周年 暫時只是檢控了七個人 那個執法困難是不是也很大 所以才檢控這麼少人 你寫上來, 我會回應你 杭窗閘向警察公共關係科查詢 編段裡面的人士是否變醫警員 警方沒有回應我們的問題 所以我們不能證實 他們是否警務人員 警方重申, 正積極跟進調查案件 正利者現在不停喘, 改整個歷史 那件真相慢慢慢慢好像被世人為我 或者他用很多不同的 千方百計的方法 令到那件真相慢慢慢慢消失 但是每一件事發生過 都會記在我們心裡 我相信一定會良知會勝過邪惡 乃至幾年, 幾十年都好 我相信對後真相會想到邪惡 早點多買出 我們可要問到你的是否 這家人多 sair的程序 有最高的地方 我們可能是被人治騰這裡 第2位 我也是選擇比較邪惡 我們下定屬要是有人 在救護車中的救護車中的功夫 我們要到你的救護車中的目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